这一天,小树蛙约大家到游乐园玩 一入园,它们就兴奋地奔向所有人的最爱 碰碰车 嗶嗶,开始咯 狐狸猫担任裁判 看着狸狸和小树蛙尬车 狸狸开心地喊着 冲啊,加速 边大力地踩下油门 完全没看到迎面而来的卖卖 哦哦哦,减速,减速 麦麦吓了一跳 连忙踩刹车,想避开直直朝自己冲来的黎黎 碰一声 闪避不及的麦麦被撞得倒退划了三秒才停下来 一旁看着的小树蛙傻了眼 方向盘一转,竟然落跑了 下车后,麦麦对黎黎抱怨 你不能控制一下速度吗 撞得我屁股都痛了 麦麦不好意思地说 抱歉,刚刚我原本静止不动 没想到踩了油门两秒后 仪表板的速度竟然显示每秒八公尺了 之后就撞到你了 奇怪,速度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呀 碰碰车刚刚 应该不是我们之前学过的等速度运动吧 麦麦无言地说 你都踩油门,速度变了 一定不是等速度运动 狐狐狸猫哈哈大笑 在一旁补充说明 上一单元我们学到 当运动的速度大小和方向都维持一致时 代表物体正在做等速度直线运动 但从碰碰车的例子来看 碰碰车一开始的速度为每秒零公尺 两秒后速度为每秒八公尺 速度不一样了 明显不是等速度运动 在科学上 只要是物体在运动过程中 速度有产生改变的 不管是加速、减速 我们都称为加速度运动 也可称为变速度运动 刚刚的例子中 碰碰车的速度改变了 因此是做加速度运动 狄狄了解的点头 突然想起 在他撞上麦麦之前 正和小树蛙比赛尬车呢 两人可是同时从每秒零公尺开始起步 想比比看 谁能在四秒内冲得比较远 他连忙问了问狐狸猫 刚才到底谁赢了 狐狸猫卖了个关子 用推理的方式引导狸狸 因为速度改变 所以是加速度运动 那要怎么知道速度改变多少呢? 假设两部车子增加的速度 都是每秒八公尺 但是狸狸只花了两秒钟 而小树蛙却花了四秒钟 这样两人的变化一样吗? 不一样,对吧? 所以当我们想知道两个物体间 谁的加速度较快时 不只要比较速度变化量 还要比较精力的时间 因此,科学家以单位时间内的速度变化量 来表示平均加速度 而这就是计算平均加速度的公式哦! 分享完加速度的计算公式后 狐狸猫又将小树蛙和狸狸尬车的数据 整理如表格 并让大家试着算算看 是小树蛙的平均加速度比较大 还是狸狸的平均加速度比较大呢? 根据表上的数值 我们知道小树蛙经历的时间是四秒 所产生的速度变化量是 每秒八公尺 减每秒零公尺 等于每秒八公尺 所以平均加速度A 为每秒八公尺 除以四秒 等于每秒平方两公尺 而黎黎经历的时间也是四秒 所产生的速度变化量 是每秒十六公尺 减每秒零公尺 等于每秒十六公尺 所以平均加速度A 为每秒十六公尺 除以四秒 等于每秒平方四公尺 结论是黎黎的平均加速度比较大 而我们在观察公式后 也可以发现 当经历的时间固定时 加速度值越大 速度变化量也会越大 而速度大小 是经历的时间内的物体移动间隔 速度越大 表示移动间隔越大 也就是物体运动的距离较远 因此 这场尬车比赛 是黎黎赢了 小树蛙在一旁听着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咦 这么说的话 麦麦刚刚被撞得向后滑行 这也算是加速度运动咯 狐狸猫开心地告诉小树蛙 它说对了 它向大家解释速度和加速度都具有方向性 物体在做加速度运动时 如果速度和加速度之间的方向相同 则物体的运动速度会变快 例如踩着油门的铃铃 而如果物体在做加速度运动时 速度和加速度之间的方向相反 则物体的运动速度会变慢 直到速度变为0之后 速度方向会改成反方向 例如踩刹车的麦麦 小树蛙觉得有点抽象 于是狐狸猫拿出笔记本 一一地把加速度的情况 按照刚刚的举例 画成图表给大家看 踩油门加速时 图表呈现如画面左方 而踩刹车减速时 图表呈现如画面右方 小树蛙看懂了 一边的麦麦又突然想到 咦?刚刚黎黎不小心撞到我后 小树蛙转弯逃跑的那个move 也是加速度运动吗? 一幕前的你 觉得小树蛙突然转弯的动作 算是加速度运动吗? 狐狸猫忍着笑回答 没错 不是只有速度大小改变 是加速度运动 当速度方向改变了 就表示速度有变化 就是加速度运动 所以物体的运动轨迹转弯了 也是加速度运动 像是地球绕着太阳转 或是甩东西这类的运动 就是加速度运动 每个人都清楚地了解 加速度运动的概念了 狐狸猫主动替大家做了笔记 帮助记忆这些重点概念 物体在运动过程中 速度产生改变 称为加速度运动 亦称变速度运动 物体在单位时间内的速度变化量 称为平均加速度 也可以用下面的式子来表示 速度及加速度 速度及加速度皆具有方向性 只要速度大小或方向改变了 就是加速度运动 例如甩东西 地球绕着太阳转 最后 狐狸猫邀请荧幕前的你 和它一起来脑力激荡 荡球比赛时 若球员要从一垒冲刺二垒 你能描述球员 跑步过程中的 加速度运动状态吗?